一个来现在的主要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经济 非常的发达 也比较富裕 然后对于来培养一个从事艺术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也许能够成才 他们家长也能够花得起这个钱 考试的这个政策和条例 就是说一考生也算是专长生 那么他们能够这个在分数上能够降低 我是建议了就是说 应该就是尊重这个学生 他自身喜欢什么 应该从数字方面的去支持提高他 培养他的兴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